Hello 今天来介绍一下 用这个Arduino加上这个SensorBall 来跟这个Scratch 做一个自动泡茶的一个装置 或者可以用来做自然科实验 需要定时的一些装置 比方说在国小 自然科有钢棉要泡酸性水溶液 比方说醋或其他的减性水溶液的时候的一个实验 这个地方我们就用比较安全的用茶包 这里面没有放热水 我们只是做一个示范 这里用到的是至高的一个零件 搭配四伏马达 那用我们的S4A感应板 要记得如果要驱动四伏马达 需要用到比较大的电流 所以要考虑到要外加电源进来 外加电源进来 那这边我们设定10秒钟就把它拿起来好了 好那现在按下红色键就开始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课可以让小朋友学到计时器的部分 10秒钟之后呢 他就要结束这个泡茶的动作拿起来 好简单的一个程式呢 那来让小朋友来做实验做定时之用 好以上报告完毕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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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